这个 来 了解 另外就是 outer join outer join 其实有类似 就每一个 toggle 在 right table 至少会出现在你的结果里面 如果没有比对到的这些 就不那么直 我们刚才有看到我们的结果 它也有简写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left outer join和 right outer join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简写 所以在比较的时候 我若写加等于 不是等加 就是说它还是等于 但是左边跟右边它就变成 left join 这个代表 left join 如果等加的话就变成right join 如果加等加的话就变成for join 所以像这个例子 我们这边呢 select name from employee 跟这个 这个 就是employee 就是要找谁是谁的supervisor 这样 所以这个是employee 本身 这是他supervisor 我们就可以说 以前应该说 e的employee的supervisor 要等于s的sn 所以就等于是把这个supervisor 把它找出来 这样 那如果说你要的是找不到的 也要把它列举出来的话 因为就是你看 这为什么要out of join 就是找不到一个人 但是没有它的指数上外等 那就变成用我们这边的这个 加等于这样子 如果加等加的话 那就变成是for join 就是两边各做 red join做一次 right join做一次 然后呢 就把它连记起来 连记起来 那这个做法就是做这样 select e 的name as employee 的name select 这个supervisor的name as supervisor name 这样的做法就是 在你的结果会出现 improe name 这个supervisor name 然后把结果把它列举出来 那from employee as e 然后要left outer join 我们讲可以out of join 就叫做jun就可以 out of game 然后呢 improe as s 这样 所以就是把e跟s 把它jun起来 然后呢 这边on 按什么呢 on e 的supervice 的名声 要等于s的sn 所以这就是 类似我们以前讲的where 这个 where e的ssn 等于这个sn 但因为它是left outer join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 它不是eV join 它是这个 这个left outer join left outer join 或者left outer join 还是eV join 还是eV join 但是 没有比对到的要保留 变成是 这个out of join 这个概念 好 full join 就刚才讲的 就是两个呢 都你要 左边做一个lab 右边做一个right 然后两边呢 把它联系起来 这样可以这样子 所以呢 combine left 跟john的结果 跟right john的结果 这样子 这边就是sevesta from employee 那你要full outer join department 什么呢 employee的department id 可以 department的department id 所以就是用 这个 只要左边对过去的 没有 那就是 补 补 然后右边对过来的 没有 一样补诺 这样子 这边就讲到说 你可以用nesti的这个方式 去做multi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讲说select project number 这边又是 把这个department number 跟名字 助主 助主跟助生年月子 我们project join department 这行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 在结果 整个结果 又在join employee 在这个ss 所以这就是三层 project 跟employee project 跟department 然后再跟employee 这三个呢 会做join 这个东西 那 为什么 用eq教练会比较好呢 这个笔不能写 水 比较麻烦 我先跳出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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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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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address from这个employee 跟department where department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number and department number 那这是属于inner joint 还是other joint 找个同学来问一下吗 今天28号同学有吗 没有 38号同学 38号同学在哪里 有个来吗 来 去off 找到 你会吗 不会啊 48号同学 这个是什么join 先看判别inner跟outer 我们怎么判别inner跟outer inner outer一定要有几个g word 就是outer 或read 或right 或for 所以没有这些key word的话 都归类于inner joint 这样子 好 那这是第一个 它是inner joint 然后inner joint的哪一种join呢 这边给你一个 hint 就是这个department number是属于这个的 然后这个department number是属于这个的 然后这两个呢 其实有要做cross joint 所以它本来是这个跟每一笔资料要先比对好 然后再去筛选 比如说可以 这个research部门的 不如是属于论坏 就把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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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然后就是 然后下 чис 而就是是的话 pl milestones 然后再把它 这个3333333 就会得到结果 所以这是不好的结果 所以这是不好的结果 然后再来看条件,这就很棒了 所以EGO JOIN,我把答案讲出来 这是EGO JOIN 不知道同学会不会理解,好像不耐心 我们看第二个好了 Select First Name, Last Name and Address From to Employee Join Department 这是什么样的JOIN呢? 58号同学 58号同学有来吗? 没有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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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68号同学没有来 没有68号 没有68号 9号同学 9号同学 还没来几说 这个第二种是属于什么JOIN 它是EGO JOIN还是ODER JOIN 它有明显讲 然后就 那我们以前讲这是什么 所以 所以 没有问题 这个效果不太好 就是大家都不太懂 那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 这上 第一个就是EQUI JOIN 第二个也是属于EQUI JOIN 那就是INNER JOIN 这个跟这个 只要没有LAB RIVE AUTER 或者是FULL 自己的Keyword的话 就是属于INNER JOIN 然后为什么是EQUI JOIN 因为 这个 这个TABLE 跟这个TABLE 也是说DEPARTMENT里面 里面有一个PRIMIT 叫DEPARTMENT NUMBER 然后IN PROE 里面呢 有一个PRIMIT 叫DEPARTMENT NUMBER 它会指到DEPARTMENT 所以等于是IN PROE 里面呢 如果说要俗损DEPARTMENT的资料 那么IN PROE 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重复的资料 可以当配置就不希望重复的资料 但是 嗯 这表格 也没有办法换 那我希望说你这样贴得懂 贴得懂 也 就我们也办法做 那19号 答案出来是NATURAL JOIN NATURAL JOIN 就是说 你看我先把这个IN PROE 这个跟DEPARTMENT要做JON之前 我先把DEPARTMENT改成DEPARTMENT NUMBER 所以呢 这个DEPARTMENT NUMBER 跟IN PROE的DEPARTMENT NUMBER 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NATURAL JOIN 就是我们不用宣告 什么等于什么 哪个蓝位等哪个蓝位 只要这个NAME一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应该 就是说蓝位的名声一样的 它就会自己做这个NATURAL JOIN 这件事情 所以那就依照这个DEPARTMENT NUMBER 跟这个IN PROE的DEPARTMENT NUMBER 然后你名声一模一样 做了所谓的NATURAL JOIN 那NATURAL JOIN的结果 就是我刚才讲说 先筛选 筛选的这个比数就会少很多 那之后呢 再去判别属于RESEARCH部门 那这就是后面会讲到 所谓的Occupization 我这边呢有RESEARCH 跟有做JOIN 到底说这个DEPARTMENT NUMBER 等于RESEARCH先做呢 还是做EQUI JOIN的 以这个来看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我到底是DEPARTMENT NUMBER的RESEARCH先做 还是说这两个EQUI JOIN先做 我们讲过EQUI JOIN 真的会产生很多的表格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先用这个有这个条件的 那这种就叫Occupization 这样的研究就是Occupization 我两个先做A再做B也可以 先做B再做A也可以 那么我就选一个 这个那个时间最快的 那就是Occupization 那我们知道说 这就是这个一个条件 就是做水平的分割 如果说就做做水平的这个筛选的时候 尽量把体数弄得越少越好 想看看说如果是DEPARTMENT 里面有100万的DEPARTMENT 可是DEPARTMENT属于RESEARCH 可能这100万比的其中一比 所以资料量是 从100万就降低成1万 当然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是3比之内 只剩下一比资料在 所以这种方式会先做 所以我们先找到DEPARTMENT里面 DEPARTMENT等于设计 所以那时候就得到DEPARTMENT DEPARTMENT现在等于3 那因为它等于3 所以又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水平的筛选 所以我们就把投意里面 只要DEPARTMENT 应该是5的 这个得到是5 所以DEPARTMENT等于5的 那些人把它筛选出来 所以其实它就本来真正是要做COIN 可是呢 经由我们最佳化的结果呢 就没有做到COIN 好 也许我就在黑板上画好了 因为这个不了解的话 你可能 这个以后呢 再写这个的时候呢 你是会很糟糕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想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在那边写 所以我就在我这边写 这样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还是用我们这个例子 这是现在有MPRO-E的这个资料 这边有MPRO-E的资料 然后我们这边有DEPARTMENT的资料 那我们原来DEPARTMENT资料有3D嘛 就是 这边就叫DEPARTMENT NUMBER 然后这有 其他我单位就不画 最后的单位就是 它有1 有4 有5 这其中有3D资料 那MPRO-E里面呢 MPRO-E里面呢 有一个叫DEPARTMENT NUMBER 那当然这就是所有都会属于至少其中 比如这边有1 3 1 4 4 5 5 1 这样好 假设它是这样的话 那么所以 这个为什么要把DEPARTMENT DEPARTMENT 跟DEPARTMENT把它拆开呢 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资料 如果说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呢 那很明显的 这每一笔资料呢 我们都要 这些资料呢 都要重复的写在这边 所以如果这个没有 没有这样连过来的话 那么这个假设这有3个栏位 这要3个栏位 那这边有3个栏位 那当然这不会只3个栏位嘛 有非常多的栏位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说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 这边是我们的PRIMALY KEY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FORING KEY FORING KEY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PRIMALY KEY 只到这个FORING KEY呢 你就很明显的可以知道说 我用这个EQUI JOIN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抓出这所有的资料 所以它速度稍微慢一些 当然就是说你这边所有的REFUNDACY 你只要抓到这个内容 这所有资料都有了 问题是你要浪费 讲这边有100万笔的话 那很多东西呢就是重复 储存在你的资料库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如果说我这个栏位要做修改 你这100万笔里面你要做修改 也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它目的就是FORING KEY 跟FORING KEY 它会对应过来的 所以我只要FORING KEY这边的每一个值呢 我对应过去就可以抓出真正的值 所以因为它是有唯一 所以你去改这边的值的时候 全部这边一的都可以改掉了 所以为什么就是要用这样 第一个就是节省空间 这边只要三笔资料 这边只要用一个简单的指标 因为它指标持过去的话 那么就可以完全 这有100万笔的话 那么这100万笔的资料 其实就被减化成只有三笔资料而已 所以一个空间就变少了 第二个是你要更动这边的栏位的时候 若你有100万笔的话 你可能要改变100万个位置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只有三笔 每一笔资料更改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用这个 这个PARMETE 指到FORMETE 的这个东西 那PARMETE 指到FORMETE 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很重要一个概念 叫JOIN 就是叫JOIN JOIN的话 那刚才讲到JOIN里面不是有水平删选的吗 我们讲说research部门是5 这个是research部门 所以我们这样水平筛选筛选出来5之后 然后在这边找5的就好了 就只有这两笔而已 所以你看就变成 这样变成的方法就是 这边筛选一下就是得到1笔 所以最多摄取3次 这边假设有8笔的话 摄取过去也是最多8次而已 所以就是3加8次最多了 那如果说我们用JOIN的话 这边有8笔 然后这边有3笔 3笔 所以会形成24笔资料 所以形成24笔资料 所以你现在已经 首先第一个你要做JOIN的时候呢 你就做了24次 然后这边跟这边都对应过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去搜寻什么 这个research等于3的 所以research等于5个数字 等于department等于research的 那个把它保留起来 然后不要的就把它删除掉 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 接下来你要把department number 跟这边的department number 要等于相同的 才又把它保留起来 所以你看这个速度就差很多 那这个东西就叫optimization 不好意思 只能够挡到某一边 这就叫最佳 或大部叫优化 我们台湾叫最佳化 我们要怎么样去很快的 把这个东西计算出来 要最佳化 好吧 我们先解决这个萤幕的问题 这样 如果不是在理解 我可能再补一下那个土来说 这样有比达了解吗 没有问题要问的 这边有很多问题要问 好 那边都在萤幕 所以显然是 没有在听 是有没有懂吗 没有 回去 这个罗老师没有办法录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 谢谢